大家好,我是王狗 嗯...對 我換了一個造型 很多人都在好奇 可是後續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在我講述之前呢 你大家先給我30秒的時間 我想要跟大家來介紹一款遊戲 明日之後續版真正的末日遊戲 常常出去探險的我 非常嚮往能夠在荒芽陰森的野外 遇到鬼 甚至是恐怖的怪物 這款遊戲正滿足了我的心願 超高自由度畫質協定崩壞的世界 一起努力的活下去 我們在西面建立了貿易線 請聯繫我們 我們一定要能衝過去的 明日之後 詳情請參考下方公開連結說明 剛好這個遊戲也就讓我不禁的想到 說到野外 如果我把那個盒子丟到野外的話 可能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但是如果會把它丟在家裡的話 也怪怪的 對,我把它封印住了 Jazz幫我封印的人呢 他是一名 符咒師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行業 之前也是經過Jazz才了解到 真的蠻酷的 我們看一下畫面 中文字幕由製作人 對,就正如你們看到的 貨子裡面放了一個符咒 簡單來說它就是用一個符 可以幫人家治病、收經 再極端一點的甚至可以拿來害人 就像我前面拍到他的書裡面有介紹 多不同的符咒都是不同的功能 聽說上千種的符咒 這個東西真的是非常的酷 後續他幫我把盒子封印起來之後 我有訪問了一下他 我們來聽聽看這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職業 這個從古至今都是口傳新手 不會有資本技能 一些學生會來找我學符法 那我就是會教一些比較基本、比較簡單 讓他們可以去救人 不過比較中階以上的 有那種招小偷的 我們在大門口設一個政法 只要小偷一要進來 他就會出事 還有這麼酷呢 我學這個主要是因為 比如說 有人被嚇壞 對 那我們今天要去救那一位患者 我就要跟放你服的那個人鬥吧 假設我不要救人 所以你一定要 我就要跟他鬥吧 雙方如果都不收手 最後會死一個人 就是不是死我 就是死對方邪屍 他們也會稱我們叫做邪屍 你們可能會覺得 欸很神奇 我們要怎麼知道對方是誰 我們只要凡是 開始 要跟對方鬥吧 我們晚上做夢的時候 就會夢見對方 是 就是當時訪問他整個過程啦 想要更了解的人 可以去他們粉絲團 詢問他們 然後我最近也有一個禮拜沒有發片了嘛 有的人就在問我說 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感謝你們的關心啊 我只是去了一趟南部而已 剛好我前幾天好像發燒吧 不舒服就算了 還突然有一個非常憂鬱的情緒 欸 人生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賺錢 貢獻社會 幫助別人 最後還不是要走 但是很奇妙 我從小活到現在 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那個瞬間 我好像突然懂了 哎呦 似乎有憂鬱症的啦 好像就是這種感覺 雖然那個moment是不太舒服的 可是其實當時內心有另外一層情緒 是感到非常開心的 你的事情 當你經歷過了 你就可以用你的經驗 去幫助其他有相似的經歷的人 比如說我現在癌症末期 我可以選擇 怪上天 為什麼要發生在我身上 或者是運用自己的經歷 幫助其他人 相同並有 開業失敗 我可以埋怨 或者是分享給其他人 讓他們少走一些冤枉路 我們身邊的朋友 家人同學 或許有個人 剛好有憂鬱症 那我們當然也是出自關係 會想要跟他說 熱觀一點 這世界上比你慘的人 其實還更多啊 之類的鼓勵的話 但 往往 會不自覺的把 這個症狀 當成是心理疾病 而不是 生理產生的心理疾病 所以我才說 那一瞬間 我突然有這個情緒 為什麼是開心的 因為我當下了解到 當你身邊有這樣子的朋友 或是家人的時候 當下 他們是更需要傾聽 多過於你的安慰的 不妨把那些 沒事啦 走啦 帶你去晃晃 改成 你遇到什麼困難了嗎 來我聽你說 這樣或許可以更幫助到他們 OK那我建議就到這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別開喜歡 謝謝大家 我是王公公 我們下次見 掰